记者邱朱玉新北报道,新北市政府在土城区顶普捷运站1号出口共购大楼设置中央小作所,提供唐市镇基金会让申请张爱人士工作空间于28日开幕启用。 市长朱立伦表示,这是新北市第15家小作所成立,市府也长期没合民间资源,持续活化运用公有场地与空间,办理各项社区化的在地照顾,并让申请者能够自理训练。 唐市镇基金会表示,小作所成立不仅是协助生障人士走出家门,减缓退化现象,更能与社会融入,进而培养自立能力。 土城小作所的成立运用在地特色,由当地作造老师指导结合同花的主题,参与附近企业、社区等在地服务。 土城小作所的成立让有需要的生长者能够就近参加。 唐市镇基金会指出,近几年透过新北市社会局协助下寻找到适当空间,帮助工作人员能够将心力完全投入于服务者身上。 目前土城小作所提供20位服务。 新北市共4家小作所都会有不同在地特色。 唐市镇基金会举例,在新庄就是以丝瓜造,林口则是积木造,三重则是冷凝造,而土城就是童花造。 小作所的服务对象主要为15岁以上,涉及新北市,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者,并会在每周一至周五提供作业活动,像是手工造制作,包装,园一桃也等。 到了下午就会带到附近邻里与居民互动,购买物。 平等增加社交能力。 平等增加社交能力。